大家好,我是愛麗絲。 上條片片尾答應了大家去盧九花園拍中秋燈飾, 所以今天下班特地來到三盞燈附近, 看看燈籠和逛了周邊的街道, 等開始入夜才去盧九花園。 可能距離中秋節只剩下一個星期左右, 所以有燈籠賣的店舖款式已經沒什麼。 逛逛逛逛,來到二字街附近的蒸忌餅店, 見到很多不同口味的月餅。 其實我自己也是一般, 不過家人喜歡吃五人, 所以買了一個五人鹹肉和一個五人甘腿。 散買都不錯,可以選不同口味, 始終都是小食多滋味。 走到差不多時間,來到了盧九花園。 始終未入黑回廊那邊的燈飾應該未著燈, 我先和大家走盧遠一圈,當散步。 想不到這時候來,還聽到很多鳥仔聲。 以往來拍盧遠,不是那麼多觀眾會看, 不過都有捧場的粉絲。 我明白的,不是每一條片都能滿足所有人。 有人喜歡看逛街片,有人喜歡看旅遊資訊性的片, 有人喜歡看酒店的片,也有人喜歡看旅遊的片, 還有些飲飲食食的影片。 我依然本著最初拍片的目的, 將我遇到的、知道的都和大家分享。 盧九花園的入口位置在羅里路馬路, 整個花園面積大約11846平方米。 為何又叫做盧九花園,又叫做盧念藥公園? 愛麗絲本身也不太清楚,於是上網找了一些詳細資料。 原來盧苑原名叫做盧苑,以前是澳門三大名媛之一。 這幅地原本是農田村的農田賽地, 後來被富商盧華少,即是盧九買入。 由於他在家排第九,所以叫做盧九。 之後由他的大兒子盧念藥去興建。 餘苑由華家劉吉祿和李大全設計督工, 最初在1904年起,用了20年時間, 到1925年初就完工。 佔地非常大,東面是荷蘭園大馬路, 南面近羅里路馬路,西面近賈伯樂提督街。 北面連接柯高馬路,即是現在的高士德大馬路。 盧氏本身是廣東新匯人出身比較窮, 以錢莊、煙島這些行業起家。 1870年盧氏定居澳門, 還在塔石區選地方興建他的大宅。 可惜他的大宅未完全建好,便離開了。 之後由他的大兒子盧念藥到大興土木完成。 到了1927年7月,盧念藥中風離世, 盧氏家族也隨即走向衰敗。 過了10年後,即是1938年1月, 廣州的培政中學為逃避戰亂,搬遷學校來到澳門, 租了整座的勞家花園來做校舍。 這樣就形成了澳門培政中學的開始。 在1952年學校得到各界的資助。 培政中學正式買入了部分的勞院, 包括住宅的部分。 繼續去辦學, 並以部分的勞家花園為學校的永久校子。 後花園的部分也曾經是嶺南學校的分校。 之前也有觀眾留言問過, 曾經是嶺南學校嗎? 我還是看看資料才知道。 關於勞院和勞士的資料還有很多, 我就不在這裏詳細說了。 我會將相關連結放回資訊欄, 有興趣的話也可以去看看。 來到荷花池, 上次和大家來的時候是很漂亮的。 我們繞過曲橋那邊, 我們走去看大花燈。 來自來自他先的青年。 我們走去看大花燈。 我們機會再次 roll。 我們去看大花燈。 一切動 fled。 我們平時來看大花燈。 純粹會兒合理。 我們不是在他身上的地方。 在這裡我們自己回家就對了。 我們不來擱寞。 我們讓我來為何我來為。 在這裡居然發派的。 剛剛亮了園裡的夜燈 剛才你olina的呼喚 池塘中间的大花灯还未亮 唯有过去等一等 看见月亮已经出来了 亮了灯了 不过看不清所有图案 调暗一点才看得清楚所有兔子和装饰 走过去百步囊 不知道今年是否漂亮 看见月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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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月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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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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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